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荣君 一书城幽默斋主人 1965年生 1987年毕业于河南书法韩寿院 作品在2000年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 1900至2000年已故和当代百年来选编 中国书法家选集 中国美术家选集 书法家选集卷 北京华夏邦交国理书画院院士 中国八一书画院名誉院长 中国诗书画家网副主席 被编入中国百家文化网高级书画师 全国青少年书法评定委员会 浙江省一书城工作站站长 原浙江省军区教导 原浙江省军区教导大队书法教师 作品在全国各种大赛中获奖三十余次 每个人走上这个书法的道路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是受家庭影响 有些人是自己喜欢 那您觉得您最初走上这条道路是为了什么 我刚开始我父亲是老中医 经常让我给他操约书 后来慢慢学习了书 喜欢了书法 那你平时您现在主要研习的是哪一类的书法 刚开始是学这个老王的小开 罗伊林和罗生富 然后中开始写六公圈的《玄米塔》 还有燕真卿的《燕琴力》和《九成功》 那在研习书法的过程当中 都有一个描红和临摹的这个过程 那最初你是比较喜欢临摹哪些大家的作品 我小时候那时候家庭不具备 好多一般的都不描红 就是自己在包子上 有时候会是在地下的顺利地上写字 那您现在是比较倾向于小凯多一点 是吗 现在是中凯 小凯 大凯都能写 还是凯书比较多 新草书也是 新草书 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书题呢 最喜欢的就是新草书吧 新草书一般呢 好多人都容易识别 要超数的时候 好多不容易识别的 它有它比较独特的一种风格 是吗 那看了您的一些书法作品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笔风都比较的雄浑有力 你觉得这种风格和你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吗 有的 我自己这个性格比较内向 但是性格还比较倔强 比较倔强 所以我是一般的和别的姿体都不一样 是比较刚烈一样 对 对 对 那听说您之前有在这个军区的教导大队工作的经历 您觉得您的这个风格和您之前在军队工作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吗 在军区教导大队写字的时候 也收到了领导们的尊敬 胆识 自知学士前部 也是和领导们的谈讨和研究吧 对书法刚用了险情 为培养书法人才更加努力吧 那经过这么多年的书法教学 您在这个描红还有勾模方面有什么自己比较独特的见解 在书法三十余年教学中 我自己终结了一套经验 就是刚开始孩子们不必要描红 就是直接让他站着去 然后说我得考上一点 说我得考上一点 他等不住死线 如果你坐在那里的时候 他说我得考下 能等到他的死线 所以他好多的字的结果写不好的 是这样的 然后刚才的写字中 中开 10公分左右的中开 连半个小时以后 再写了个25公分到30公分的大字 大概一般的孩子们写一个小时左右 写字的时间太长 太软 他们也写不好的 是这样的 您的教学对象是不是这个孩子多一些 在刚开始教学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写好楷书再可行操 对 对 楷书它主要是把结构写好了以后 然后你在写信书的时候 无论你的信书的笔画演的长还是短 它基本上看得都很难看 如果你开始写不好 它在写信书的时候 它的好多笔画都不打尾的 然后不平衡的 字不平衡的 因为我之前听过一句话 叫一个扇书楷书的人 一般都会比较的严谨 那你觉得您的性格受楷书练习的影响多吗 我比较内想 但是我写字的时候也非常豪爽的 像我的写了有的楷书 好多都参加了好多词题 它非常豪放的 可以把楷书写得好棒的人 也可以的 但是课书写后方的人也不多的 很多他有了另贴 另贴了以后 他越另得想 但是他创作的都很四般的 不容易做出来 你要把这个课书写好 然后你就多另几家 然后写信书的时候 它后方一点 把各家的台上都缠进去 那您觉得在教学过程当中 学生大部分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您又是帮他们怎么样去解决的 好多学生刚来的时候 他受的知识不正确 大部分他都是受的知识 要不他受的知识都是勾到在后面 他必须要勾到在前面 手指下向前面 是这样的 包括这个中老年人 他又在写的时候 好多他就是说完是这样的 别人是说完是拼着 这样他这个力度直接都向前了 然后你才能写好 好多他是这样的 这样你的力度到这里再想啥 这样他都不容易写好的 像这样学生他会练多久的楷书 你会可以允许他们去练别的书题 一般来连一年到两年才写新书 在写新书 对 那我们根据资料看 您是这个幽默斋的主人 那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您的这个 《易书城幽默斋》背后的一些故事 《易书城幽默斋》 我起这个名字 它是艺术城 这是个艺术城 然后它这个血印 幽默斋是幽美斋 它也是一个血印 就是你提起别了以后 幽美斋 那在书法创作的道路上 您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小时候家里聘 有时候到外面打工还带着毛病 然后晚上或者早上 在写议地下的烙灯下下面写着 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 晚上不知不觉的时候写到天亮 记得有一次 六月天 莲子如蜜 把摩书喝了一口 当时我写了一书是大佑书 五六月夜 尽闭门 不知人美和温定 汇和水泼子上 秘密把摩书当差饮 为什么说这个破字呢 就是以前在农村 造的宝子也很难造的 也不舍得把它搞掉 就是把宝子整个 掉成一根本子 然后用那摩把它写黑了以后 再用水写或者带磨写 那样去生死又生宝子 我父亲本来是相交给学医来 后来我喜欢上书法 然后呢 一次闹火 把我将的包子和那个帐都扔掉 包子也死了死 父亲觉得你就不务正业 大家都在干活 那时候脸书法没有什么出楼的 记得有些年春节的时候 写春脸 写着 写着治疗以后 毛笔上面都会冻着结冰 摩执都会结冰 你都没意识到 没意识到 但是天气很冷的 有些时候写春脸 好多写着你 年三十好多用的 那妻子对于你的这个事业支持吗 妻子对我很支持的 说起这个 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 因为我到杭州 我的孩子她四岁 我老婆打着两个女儿 一个男孩在家里 我自己一个人到杭州 杭州 你最初到杭州是 到杭州今年已经十三年了 十三年 就是在杭州开始办 那个艺术城司法培议班 是这样的 那最初你一到杭州 是怎么样在那边展开自己的 这个 最初是跟人家一家拍卖公司打工的 后来在那里自己办了一个书法培议班 就是虽然你找了不同的工作 但心里面一直是想要还是想要做书法这个 对对 那2017年的时候呢 你参加了这个全国首届一带一路国礼杯书画大赛 并获得了金奖 被授予一带一路文化使者的荣誉称号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大赛中 您创作的这个书法作品是什么呢 他这个大赛真高是 美丽级三幅作品 然后它是内容是 天岛初庆 还有一个剑 还有一个是后代载物 后代载物 美丽级三幅作品 然后字体是自炫的 我写了两幅是剑书 后代载物写了一个剑 其实这个书法的发展 其实是在当代这个文化界的这个重量是越来越重了 那您觉得为什么就这个书法的魅力在哪里 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它去学习它 中国的书法是几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的书法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富豪都不一样的 中国的书法它有研究价值的 你像外国它都是一个富豪 所以说中国的书法能在世界上攒一决根的 那您的这个书法作品呢 三十多次获得了各种的奖项 那哪个奖项让你印象最为深刻呢 我最深刻的是1900年至200年 中国美食家选机和中国书法家选机去办的 1900至200年 现代以古人100年选边的中国书法家选机和美食家选机 那一届是在人民大会堂发出来 国家总理亲自发的 可惜那一次我家里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没有参加 是我终生遗憾 这个遗憾反倒成了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比赛 那感谢您的分享 今天呢你也带来了几幅作品 您在现场为我们讲解一下 好的 那徐老师来为我们现场讲解一下这幅作品吧 这幅作品是根据开始历史 姓氏和张草写出来的 像这个它都属于历史 历史 然后这些有的都属于张草语 这个草是张草语的笔法 像这个笔都是张草的笔 这个跟周夜一样 为什么会选这个内容去 现在根据我们当前国家的姓氏 对这个孩子们的教育比较重视的 所以说写了这个神童词 那老师你为什么会在一幅作品里面呈现出不同的字体 这个创作是根据这个夹剑称出法 然后现在都混合云散法 所以说把这个克里星操转都融到在一块了 欣赏完徐老师精彩的作品之后呢 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 再次感谢徐老师精彩的分享 想要浏览更多精彩的节目视频 欢迎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浏览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